你本身就喜欢贪官 实际上有的时候 皇帝就是对他 深之一眼 闭之一眼 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贪官可以驾驭 无欲则刚 你是个正人君子 你不贪财不好色不好明 皇帝没法驾驭你 你是个完美的人 贪官呢 贪明 贪色 贪财 只要有软肋 我满足你的软肋 就可以驾驭你 贪官能为皇帝所用 第二 皇帝也会做一些 龌龊的事情 皇帝不能亲自怎么样 下膛 怎么办 你正人君子 你不会去做吧 贪官什么都做得出来 只要需要 比如当年那个老秦一暗示 他就给岳飞搞个什么呀 莫屈有 结果所有的人都在骂谁 骂那个姓秦的 其实至上高的都知道 是谁的意思 第三点更可怕 因为你发现贪官 是皇帝手上的什么呀 一张牌 叫他打动就打动 叫他打戏就什么 就打戏 达到了皇帝的目的 结果得罪了大家 怎么办 皇帝说 把贪官拿来杀了 杀了有两个好处 第一 他贪的情绪不晚 当年何时一杀 全部回来了吗 等于变相帮皇帝保管 这是第一 第二 把贪官一杀 哎呦 人家说皇帝移民 皇帝伟大 又获取了怎么样 明星 这就是历史